馬英九一定要學這個 天天他把這個 杜魯曼刮在牆上 他要叮嚀模範 我跟你講 你不然的話 國民黨完蛋 沒希望 有個兩點很重要的就是說 一個就是在 馬英九比較強項的部分 外交兩岸關係 其實他做得還不錯 而且目前他很積極在做 但經濟方面 他不是一個他的專長 而且他在不了解事情之後 他不會去跳進去 那麼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說一個人知道自己的 優點在哪裡缺點在哪裡 而且有些事情是要可以 交給會的人去做 所以他現在把事情交給 消化男人去做就是對的了 傅先生提到就是馬英九 在陳水扁貪腐案的問題上 他覺得表現得太過中庸 或者遲鈍 那你怎麼說呢 我覺得這是因為他的一個是 當然他的個性 或者他本來就是很 就叫做很尊重體制 他不希望像陳水扁以前那樣 去干涉司法 這是第一個 但是跟民間的期望是差了很遠 因為民間的期望就是希望說 你就像以前的陳水扁那樣子 馬上把他關起來怎麼樣 但是這就是他當作法務部長 所有的法律人不希望做的地方 所以他不是那個作秀 我想這是對的 但是這樣子對一般的民意 或者是台灣這種變動 非常快速的環境 是非常非常的讓人死亡 傅先生那個 蔡德良先生剛剛提到 他覺得馬英九的這個長處 在於處理兩岸關係方面 那麼他我們知道 最上任以後最大的一個 引起注意的事情 就是說他說到這兩岸是 特殊關係 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是特殊關係 那麼很多人覺得這是 重新定位兩岸關係 你對這個說法 他這個說法 備受批評 不過這一點呢 我有一個看法 我可以理解他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你要講國與國的關係 那就是李登輝的兩國論 對 城市貶地一邊一國 一邊一國 這個東西行不通的 他講兩岸是一種特殊的關係 他不是他講了嗎 然後他但不是國與國 他也沒有說 他的意思就是說 大陸也是一塊地方一個區域 台灣也是一個區域 是對等的 就避開了這個國與國的 這個東西我可以理解 當然在台灣很不受歡迎 尤其這些獨立意識 他是用心良苦 在這些方面 這個我可以理解 可是呢 很糟糕的 大陸並沒有給他善意的回應 尤其是這次在聯合國 那個王光雅還是 對吧 還是台灣不是說 他並沒有說要參與聯合國 他只是說參與這個專門機構 那你就是說 馬英九對大陸做出一些退讓 你是失策了 不能說失策 他是一種試探 當然他現在有一點得 就是美國支持他 美國不是剛剛代表團 聯合國代表團發出一個聲明 支持台灣 這個加入這個什麼 這個成為這個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 他得到美國的支持 但是大陸被沒有相對的一種善意 我想這個是一個時間問題 因為我想不只是台灣 在大陸的這個外交界 大陸的一般的民眾的這個要轉變 並沒有那麼快 目前來講已經雙方已經有很好的溝通 但是你說在這一部分 馬上可以這個 反過來 馬上就對台灣什麼都好 很多都配合得很好 這是還有一點距離 因為這些事情都是有所謂 國際大事 國家大事 他沒有辦法一步到位 所以每一在 以智庫來講 以大陸的智庫來講 他們也做這方面很多研究 但是怎麼樣能夠找到一個 最合適的方式 還是在做這個轉換 另外一個就是 做決策的像外交部的人員 北京外交部的人員來講 或者是台北外交部的人員 他們都有這個過程 需要轉變他自己思考方式 因為在過去八年的 十年的時候 對抗非常嚴重 所以雙方的敵對意識 非常嚴重 要馬上轉換說 我們是好朋友 還是要有個時間的轉換 可是沒有說到好朋友 那麼有一些台灣的 就是主體意識 比較強烈的團體 或者族群就分析 就是說呢 馬英九在國防問題方面 有所退讓 那麼又現在又是這個 所謂外交修兵 那麼他們就覺得呢 馬英九做出的退讓 是太多 就是傷害了這個 主體意識比較強烈的 台灣這個族群的 沒有錯 但是事實上 這是必須要走的步驟 因為過去八年十年 已經證明了 那種做法是不對的 所以緩過頭來呢 馬英九現在做的是 非常這個 國際情勢的緩和 事實上他這樣做了以後 這個不管是美國也好 日本也好 韓國也好 都表示歡迎 但是 海外海峡是有幫助的 這些事情 也不能一厢情願 完全是一種片面的 馬英九我覺得 從他的這個 我從中國大陸的 這種回應啊 缺乏善意的回應 我可以看出 他事先沒有跟他溝通 沒有協調 事實上 你說任何事情 應該事先先溝通 我這個東西做出去 你會不會有善意的回應 才做 否則的話 你這個去這個冷面孔 去貼人 貼人家的熱屁股 這個這個 這個 哎呀這個 但是我不覺得不是這樣 因為是這樣 兩邊其實已經有很好的聯繫 但是 就是台灣的 這種東西做的太透明了 北京做的比較沒有那麼透明 所以 所以兩邊就 沒有智慧 看出來的時候 這馬英九這個人缺乏智慧 在媒體看這好像不對 還要有一點炸的這個成分 在裡面才行 馬英九的好處就是他沒有炸 他的缺點也是他沒有炸 但是你要透明的制度下 沒有炸的時候 你就變成你的私事 但是他整個方向是對的 方向是對的 方向是對的 這我們必須要承認 而於我炸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經濟問題 那麼剛才你們兩位 已經提到這個國際環境 給馬英九這個 現在經濟政策 帶來很大的挑戰 那麼我們知道呢 馬英九現在是在 竭力為兩岸的這個經濟鬆綁 那麼有人說呢 馬英九把這個 給兩岸經濟鬆綁 作為一個拯救台灣 經濟的一個解藥呢 這個是一個錯誤的方向 馬先生您怎麼看 不是 傅先生您怎麼看 我覺得當然了 他大陸好像 這個可是現在大陸的經濟 也發生一些問題 很多問題 股票市場 所以也不能全靠大陸 很多的台商 現在都已經不行了 搞不下去 尤其在這個什麼廣州 廣東的這個東莞這一帶 是不是 所以整個大陸的經濟 也在產生這個 結構性的一種變化 因為在全球的經濟 這個風暴之下 它很難抵制 很難自外於這個 整個世界的經濟環境 所以馬英九 他在這方面 蔡德良 剛才先生已經講過了嘛 他經濟不是他的專長 台灣有很多的財經專家 你比如說那個 常常批評他的 以前那個監察院長 王作榮 他現在找了這個蕭萬長 可是蕭萬長 他是副總統 但是他事實上 他現在並不是經濟大權 都超在他 只是一個諮詢的一個位置 他現在就像美國的一樣 你要成立一個特別的小組 或者特別的一個機構 來挽救這個經濟的委屈 完全靠大陸 這個東西很危險 很危險 我想這個其實基本方向是對 但是不能是完全說靠這個兩岸鬆綁 就可以讓大陸的經濟帶動台灣去 那是不切實際的 有一部分是對的 因為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加強兩岸的這個關係的同時 也加強兩岸的經濟關係 尤其是兩岸能夠有一個 共同投資的這個保證 協定的話 或者是劣勢的協同的話 可以促進兩岸互相投資 更增進兩岸的關係 但是那個只能作為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的 現在因為整個國際情勢的關係 這個經濟情勢的關係 所以他在做這方面 就變得就是非常的 扶手扶腳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在過去八年的台灣的經濟 被民進黨搞得太差了 所以他現在一下子把它拉起來 拉不起來 那麼你說就像剛才 剛才傅先生講得很好 就是說羅斯武松的那種 就是說新政的做法 那的確是需要 但是那個不能說一步到位 因為你 你一上台以後 馬上就這麼做的話 根本好像也沒有失去正確的方向 一定是這個幕僚先提出來 好